金牛座下周运势,4月8日到14日 事业方面,下周白羊座日时和白羊座新月仿佛是两道耀眼的曙光 照亮了金牛座前行的道路,预示着新的开始和腾飞的契机 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动力的时期 金牛座们不妨大胆地采取行动,积极追求自己的目标,并抓住每一个擦肩而过的机会 同时,火星和像土星的天象更如一座坚实的基石,为金牛座的职业生涯提供了稳定与坚定的支持 在面临挑战时,保持专注和决心,积极寻找新的方法和解决方案,必将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财富方面,下周太阳和像水星的天象如同一位智慧财神 赐予金牛座敏锐的洞察力和精准的判断力 在这段时间里,金牛座的财务观念将变得更加清晰,能够做出明智的财务决策 不妨借此机会进行财务规划,理清收支状况,并寻找增加收入的良机 只要保持谨慎和理性的态度,合理利用和管理自己的财务资源 财富将会源源不断地涌入你的生活 爱情方面,下周白羊座新月的天象宛如一颗璀璨的星辰 照亮了金牛座的爱情天空,预示着新的开始和更深的情感连接 这是一个适合表达情感,增进亲密关系和寻找新爱情机遇的绝佳时机 金牛座们不妨放下心中的顾虑,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 与伴侣分享彼此的需求和期待 通过开放的沟通,你们将能够加深感情的纽带,共同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 金牛座单身人士在爱情方面会有较好的运势,容易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,并发展成为恋人 健康方面,下周白羊座日食和白羊座新月的天象如同清风拂面 为金牛座的身体和心灵带来了新的活力与调整 这是一个关注自己健康状况,培养健康生活方式和寻找身心平衡的好时机 金牛座们要记得合理安排休息和放松的时间,关注自己的身体需求和心理健康 我是静电鱼,关注我每天都有好勇气